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浩浩雙雙的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 承接著第一集《一個大中華左膠的夢想》 我在上一集分析了《大中華膠為何令人嘔心》 今集讓我們繼續分析一下 左膠究竟又為何令人這麼爭厭 但未探討左膠的本質前 我們有必要了解右膠是甚麼一回事 為甚麼呢? 因為今日這個世界其實是一個右膠當道的世界 所以今天的講題我改成了 右膠當道說左膠 首先讓我解釋一下右膠和普通的右有甚麼分別 如果左是代表信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話 右當然是代表擁護資本主義 從學術的角度來說 資本主義可以分為早期的農業資本主義 商貿資本主義 後來的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 但我們的興趣既然是當道 亦即是能夠支配整個現代社會的運作 從這個角度看 伴隨著工業革命崛起的工業資本主義 實在是在二百多年前 才在西方取得當道的主導性地位 而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 第二就是右的勢力逐漸遍及全球每一個角落的歷史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 或者是自由經濟體系 其實它是人類最自然其然的經濟活動安排 為何要扣上右膠這個帽子呢 所以在他們心目中 所謂右膠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當然事實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暫時不會去解釋 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 而是去看看右和右膠究竟有什麼分別 簡單來說 那個分別其實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 政府是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具體一點來說 就是私人的經濟活動 其實應該是受到多少的政府監督和規管的問題 大家都可能聽過 所謂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這個名詞 英文其實是法文 頭兩個字 就是Lacifere Capitalism 而Lacifere法文就是自由放任的意思 但由於這個名稱有一些負面的味道 所以早在香港80年代 當時的才爺叫做夏鼎基 當時是一個鬼佬 但當時的鬼佬 高官都改了很漂亮的中文名字 他就創了一個好聽很多的名稱 叫什麼呢 叫積極不干預政策 英文原名叫Positive Non Interventionism 但說是這麼說 無論是學者或是各國的政府 很早就知道 所謂完全放任 即是不干預 是不可能的一回事 只不過是要視乎你干預的程度 以香港來說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 無論是免費基礎教育 公營醫療制度 公共房屋政策 各種社會福利援助 及生產力促進局的成立 或創科局的成立等等 其實都已經遠遠偏離了 所謂積極不干預的原則 好了 等我們回頭看多一些歷史 資本主義雖然發源於英國 但到了十九世紀末 美國已經在世界上 成為了頭號的資本主義大國 當時眾多的產業大亨 英文叫做Captains of Industry 壟斷了煤炭、石油、鋼鐵、交通運輸等等 各個行業 而且達到富可敵國的地步 正因為這樣 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 但我們叫做老羅斯福 一會大家知道為什麼 Theodore Roosevelt 他在1890年很辛苦 引入了謝爾曼的反壟斷法 Sherman Antitrust Act 而美國政府正正利用這條法案 在1911年 將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分拆成為幾間公司 因為太龐大了 壟斷得太厲害了 但是分拆了幾間 而其中一間 其實至今仍然是富可敵國 並且被揭發是隱瞞化石燃料 導致全球氣候危機的 埃克森美膚石油公司 Ason Mobile 大家必然都聽過了 不過 這個反壟斷法 其實仍然不能阻止社會上的貧富懸殊 不斷加劇 而巨富的集中和累積 亦都導致經濟不斷地金融化 因為要找機會獲利 最後導致投機炒賣 越來越癡熱甚至瘋狂 最後導致1929年的紐約華爾街股市大崩潰 及後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所謂的Great Depression 當時的總統 是一位二十位叫做羅斯福 就是Franklin Roosevelt 所以大家明白 Theodore 我們叫做魯羅斯福 就是這個意思 Franklin Roosevelt 為了挽救經濟 大膽地推出了一個名叫新政的政策 英文叫做New Deal 一系列的社會保障政策 包括了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失業救濟金 以及各種社會福利援助 改善工人的權益 這些措施將美國貧林崩潰的經濟挽救過來 我們知道美國人今天最重要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號碼 叫做社會安全號碼 英文叫Social Security Number 這個號碼對於美國人來說很重要 一生都是靠他 等於香港的身份證號碼一樣 這個號碼是那時候才開始的 接下來的很多經濟政策 其實都是遵從英國著名經濟學家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的政策 其中他提出的就是所謂反周期政策 過去十幾年大家經常都聽見 自從08金融海嘯之後 都聽見什麼叫反周期政策 就是說經濟下行甚至經濟衰退的時候 政府不應該勒緊褲頭 不得已還應該大灑金錢 投資在基建等各樣東西 等經濟有機會復甦 這只不過是凱恩斯經濟學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可以這麼說 在當時 由三十年代末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 凱恩斯經濟學成為當時 起碼西方的一個主流 甚至是顯學 當然 也不少歷史學家指出 美國能夠最後完全走出衰退 甚至是全面經濟復甦 其實都不只靠新政 新政都是不夠的 最主要靠什麼呢 原來是靠打仗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知道美國最先不肯介入歐戰 直至偷襲珍珠港 日本人 最後才參戰 即是到了1941年尾 之後他就全程投入 很多歷史學家這樣說 可以消耗了美國大量裡面的物資 有些可能是生產過程 也刺激了各種流轉 經濟活動 令到大戰之後 美國的經濟蓬勃發展 成為當時 其他國家已經打散了 成為了完全沒有受影響不利 更強於以前的一個超級大國 好了 講到戰後 1948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很著名的經濟學家 叫做薩木爾遜 Paul Samuelsson 發表了一本 Economics 即是經濟學的一本著作 其實是一本教科書 但他在裡面 提出了一個 新古典主義綜合理論 叫做Neoclassical Synthesis 為什麼叫做Neoclassical 我不詳細說了 因為不說得那麼深入 以前有阿當斯密 李家圖 言論馬歇爾 那些 但他在裡面明確指出一件事 他就是私營的領域 和公營的領域 即是叫做Private Sector 和Public Sector 其實Public Sector 主要是說政府 在經濟活動裡面 其實是相負相成 缺一不可 他在理論上 確立了政府在經濟活動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本書就厲害了 1948年初版 他經歷不是再版 三版、四版 而是一路去到 以我所知最少是十七版、十八版 一路去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甚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 仍然都有學校 用這本作為他的教科書 即是經濟學教科書 可以說他是成為了幾代人的 一個標準的教科書 但其實另一方面 有一班信奉自由經濟理論的學者 就認為羅斯福的新政 和凱因斯經濟學 是離經半導的 是不可接受的 一些左傾的政策 他們有些人甚至 直呼羅斯福 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是一個socialist 你不要忘記 在西方 特別在美國 說人是一個socialist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差不多是一句髒話 這班人其中最著名的 其中最著名的 有奧地利的經濟學家 海耶克 Fedrick Von Hyatt 當然他寫過一本很出名的 《道勞逆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有一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叫做佛利文 Milton Friedman 這個香港人更加熟悉 大家可能不記得 鄭伊健有一套電影 叫做《非沙風中傳》 即是說他是一個黑社會大佬 坐牢 但不想再做大佬 但他反而要讀書 他喜歡讀什麼 就是讀經濟學 但其中他在電影任務的巨白 就是說佛利文是他的偶像 其實都很代表性 在香港讀經濟學的人 都很多人封佛利文是他的偶像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就是張五常教授 所以佛利文所代表的 就是叫做芝加哥經濟學派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原本這群人在學術界 只是處於一個相對邊緣的位置 因為海恩斯經濟為主流 但時來運轉 海耶克在1974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兩年後在1976年佛利文獲頒經濟學獎 加上在1973年當時 中東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 當然他也因為針對以色列 和西方很不妥 亦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 就是實施一個石油禁運 Oil Embergo 導致了一個世界性的能源危機 就像今時今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所導致的能源危機 估不到隔了這麼多年 1973年多久 誰知道現在又是你了 由這個能源危機再進一步 連以效應 引發整個西方經濟進入滯漲的階段 滯 就是飽飽滯滯的 其實就是停滯不前 漲就是通貨膨脹 英文就是stackflation 其實這個字由兩個字組成 第一個字是stagnation stagnation 就是停滯 第二個字是inflation 就是通脹 所以stagnation加inflation 就是stackflation 當時來說 在正統的凱因斯經濟學中 其實這個stackflation的出現 確實是難以解釋得到的 所以在經濟畢竟 人心思變的情況下 1979年戴卓爾夫人 在英國上台出任 第一任的女首相 而在美國曾經是一個過氣的荷里活的明星 就是朗奴列根出任總統 這兩位人輕人者 隔著大西洋 但其實大家真的同氣連枝 同聲同氣 一起推動一個完全的自由經濟政策 特別標榜大市場小政府 這些政策 以當時的凱因斯經濟學做主導 是一個向右轉 大右拐 而史學家稱這個分水嶺 叫做新右回朝 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 在過去40年有多 支配著這個世界的正正是這套思潮 就是芝加哥學派所信奉的 一個叫做 如果你說得誇張些 我是這樣叫做 市場萬能論 或者市場至上論 甚至有些人叫做 市場原教旨主義 叫做market fundamentalism 其實這是索羅斯叫的 另一個名稱 更多學者 會用這個名稱去描述他 叫做新自由主義 叫做neoliberalism 留意 liberalism 本身在政治哲學裡 它本身是有個意思的 在這裏來說 其實它與傳統政治哲學關係不大 它不是正式的政治哲學理論 它是經濟學的理論 neoliberalism 而畢竟我所指的右膠 其實就是百分百擁護這種思想的人 這些人強調 市場當然能夠達到最高的效率 以及最佳的資源分配 所以市場是最聰明的 市場的規律是至高無上的 甚至是他們的鼓掌和思想 就是政治是涉及抉擇 而經濟涉及的規律 英文就是 politics is about choice but economics is about laws 留意我很重要 既然是about laws 即是這個規律 所以這套經濟學理論 是超越意識形態 英文就叫做non-ideological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信奉這派的人 就好像捧出來的一句殺手拣 就是你不符合經濟規律 或者是不符合市場規律 那你就差不多要投降認輸了 但其實最紅便的一句口號 就是戴卓爾夫人所說的 她就是 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英文就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那些人就把她每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 串起來縮寫 T-I-N-A 就叫做Tina 就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新自由主義這個名稱 可能大家未必那麼熟悉 但其實她所鼓吹的政策 過去幾十年 我們都可以說是耳熟臨場 甚至是身受其害 他們包括什麼呢 第一 就是私有化 將很多的公營企業 變成私營 就叫做Privatization 第二就是去監管 即是有很多企業 特別是公營企業 或者某些行業 就算不是完全私營化 都會解除很多政府監管 英文叫做Deregulation 其中特別是金融行業的去監管 很多學者都說 根本零八金融海嘯 就是這種去監管的潮流之下的結果 第三就是所謂外判制 很多事情判得出去判 當然大家可能知道 有些是荒謬到三判、四判、五判、六判 我記得十幾年前 香港紮鐵工人罷工時 人們訪問那些工人 他們說你們是第幾判 以我所知 我們是第九判 所以這叫做Outsourcing 如果是以國家為單位 就叫做離岸生產 叫做Offshoring 所以這也是全球化的結果 譬如美國很多大企業 根本所有生產線都不再在美國 去中國、東南亞 甚至去印度、非洲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美國的製造業 基本上全部崩潰 所以很多工人失業 當然這也是特朗普 捉住這一點 說要將美國重新偉大 其實就是要拿回這些制度 回來 但說真的 這只有我講字 好了 另一個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 就是 雇員合約制 以前來說 可以說是長期的 請你回來 除非沒有特別的事 就不會隨便解僱你 但現在不是 一個contract 一個contract 就是contract employment 有時候 這不僅僅是甚麼 即是私人公司 政府都開始仿效 接下來就是職效工資 所謂 職就是業職 成效 各方面 英文叫做 Performance Related Pay 即是說 你每年的薪金調整 不是自動自覺 一定要重新審核一次 你那年造成怎樣 我們才決定你加百分之幾 在加的過程中 有時候還差到要拉曲 即是一個機構入面 最多人 百分之幾 可能是很少 百分之五 可以拿A 百分之十 拿B 然後百分之幾 拿C 然後D 所以我們加薪 就分ABCD 要拉曲 這個叫職效工資 叫做PRP 另外 就是取消一個退休保障 就是所謂的長諷制 現在大家知道 香港政府 自從2000年 即現在踏入23年 已經沒有了長諷制 就算是以前叫做鐵飯碗 現在沒有了 都是 你那些退休保障 就是公積金 MPF 但其實這些MPF 就是逼我們的人 將我們的退休金 投放入高風險的 這些投資 或者投機的市場 很多時候 沒得賺不得已 甚至是損手難腳 另外一個 就是社會福利 大幅收緊 特別是加入很多嚴格的 入息審查 我們叫做 means tested 的social welfare 令很多人 其實在申請的過程中 很辛苦 因為很多繁文玉節 填荒都填到手癖 另一個 就是削弱工會的功能 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 最會阻礙經濟發展的就是工會 所以大家知道戴卓爾夫人 一上台 1979年 1980年 她已經 硬撼當時的煤炭工人 鋼鐵工人 鐵路工人 而 列根一上台 她亦都 去對抗那些 所謂 機場入面的航空控制員 AIR TRAFFIC CONTROLLER ATC 所以自此之後 很多工會 都被他們打散了 影響力大不如前 另外 就是提高 所謂勞動力市場的彈性 英文就是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很好聽 什麼叫FLEXIBILITY 其實 港村 就是 容許大企業 在明明是賺錢 甚至是賺大錢的時候 都仍然可以大幅裁員 因為 我們說要提升 競爭力 保障未來的競爭力 以及 以股東的利益最大化 諸如此類 可以置工人的利益 於不顧 另外一些 當然香港亦都經歷過了 取消租務管制 另外一些 就是向富人減稅 向有錢人減稅 這件事 列根一上台 很明顯 將最高的稅率 大幅下調 之後 雖然有些 又調上去 但到布殊仔上台 又再一次大幅下調 其實 整個新自由經濟主義 有錢人最想就是這件事 另外 也是有關的 就是取消遺產稅 這件事 如果香港人 有這麼想年紀 還記得 當時唐英年 當財政師的時候 就是取消遺產稅 直接不用交稅 當然 接下來 就是影響全世界 過去幾十年的 所謂全球化 所謂全球化 其實最重要的是 全球經濟一體化 什麼叫做經濟一體化 第一 最重要是 自由貿易 即是所有國家 都取消一切的 貿易壁壘 特別是關稅 所以關稅 不能作為很多國家的 財政來源 第二 自由貿易就是貨物的流動 另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資本的流動 所以 新自由主義 亦鼓吹 資本的全面自由流動 一個free flow of capital 也就是取消一切外匯管制 所以 自此 很多這些熱錢 Hot Money 今天進來明天就走了 完全不用抽什麼稅 全世界都流來流去 可以輕波作浪 到最後 每個國家 都全面開放本土的產業市場 容許這些國際的跨國企業 財庸世大跨國企業 進來自己的國家 在任何行業做生意 包括銀行業 汽車業 電訊業 保險業 所以 到此為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所說的 右交當道是一回事 這些政策的總體結果 過去幾十年 很多學者都研究過 就是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不斷加劇 沒錯 新自由主義 在表面上看起來 他創富的能力很高 所以很多國家奉行這套主義後 很快就好像帶來了金碧輝煌的繁榮 當然自從經歷這個08金融海嘯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個金碧輝煌的繁榮背後 是建築在三種的透支之上 一種其實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的透支 即生態環境的不斷崩壞、破壞很嚴重 第二種其實就是金融的透支 即是財務 即是債務 現在的債務是多麼嚴重 人們不斷不斷印銀子 其實銀子也者 其實就是欠單 所以債務很嚴重 第三 其實也是一個我叫做道德的透支 就是因為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很多人的生活 改善完全追不上社會 特別是大家都想到 當你的社會有通貨膨脹 特別是稍為高的時候 只要你的工資增幅 所謂加薪 多辛苦和老闆爭執 加薪的幅度 是低於通脹率 其實你的實質工資 即是下降 甚至不下降 始終都是停滯不前 所以呢 其實這個新自由主義 帶來金碧輝煌的繁榮 他沒錯 他創富很厲害 但同一時間 其實他也是創造貧窮的 你想想香港貧窮的人口 那時候 我都很記得 十年前有多了 香港有100萬人的故事 做過特輯 我記得當時梁振英 都未正式去參選 其實他也開始說參選 要出席這些活動 推動100萬人的故事 後來作為他本錢 就是要扶貧 參選特首 但現在 其實已經不是說100萬人了 最新的數字 是130萬或更多 沒有可能 社會不斷富裕 為何有貧窮的人口 不是下降 反而是上升的呢 與此同時 其實越來越巨額的財富 集中到越來越少 一串人的手 大家可能偶爾都會聽到 新聞報道 無論是樂師會也好 或者是瑞銀也好 或者是世界銀行也好 那些數字 都是很誇張的 財富的集中 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多少人 100人也好 甚至1000也好 已經掌握到全世界 不知百分之幾的財富 這件事在人類歷史上 是空前的 是前所未有的 好了 當有些人 提出 不行啊 貧富懸殊不斷加劇 始終會導致社會不穩 要透過限富扶貧的措施 來改變現狀 包括對大企業 和富豪加稅 這些自由主義的信奉者 擁護者 新自由主義 就會立即跳出來 大聲疾呼 萬萬不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會打擊商家的投資意欲 到頭來會令到總體的經濟受損 然後每個人都受害 所以你這樣做其實是好心做壞事 我們所需要做的 或者說我們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要不斷令到經濟增長 也就是說 所謂把餅做大 因為只要把餅做大 到最後窮人 就算他佔的份額 絕對份額沒有增加 他都會受惠 這種說法 我們有個名字給他 叫做滲滴式經濟學 英文叫做 Trickle Down Economics 即是說 隨著社會不斷富裕 這種財富效應 慢慢慢慢會滲滴 Trickle Down下來 令到窮人都會受惠 但是 幾十年來的歷史發展 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滲滴式的經濟學 是真是一個騙局 而真正出現的是 一種叫做上滲式的經濟 即是說 其實不斷的財富增加 但是財富大部分 是向上流 不是向下流 就是上滲 令到頂部的人 越來越富有 好了 所以 其實 為什麼 我就說 你去完全擁抱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人 我叫做右膠 明白了這樣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分析一下 左膠又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跟之前一樣 我們還是要說說什麼是左 傳統上 左派就是指支持馬克思主義的人 而具體而言 就是指支持共產主義政權的人 後者來說 即是支持1917年後的蘇聯 1948年後的北朝鮮 1949年後的紅色中國 以及1959年後的古巴等等 香港人對左派當然不會陌生 我上一集也說過 左派公會 左派電影公司 左派學校 等等 但是最明顯的一次就是 1969年的那次暴動 當然就是由當時的左派所發動 但是隨著蘇聯倒台 和中國和越南這些所謂共產國家 不斷地走資 這個走資不是設置的走資 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左派 其實仍然是高舉馬列主義 其實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完全破產 亦可以說已成為落花流水 香港的左派基本上是一個笑話 因為中國過去幾十年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特別是已經有股票市場以來 他所奉行的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 已經和左是沾不上邊 當然不同的學者曾經以紅色、國家、官僚或恆大 來形容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即是紅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群大資本主義 但是說到底都是資本主義 如果你問我 我會用另一個形容詞 我會叫法西斯資本主義 但是 世上有些人 他們絕對不認同 曾經對人命、人權、人性、文化、道德、信仰等等 作出了嚴重的踐踏和摧殘 極權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 他們不認同這些政權 但是他們仍然認為 社會主義所標榜的社會公義和平等 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 都一樣是我們追求的理想 為了和傳統的左派作出劃分 他們一般自稱為左翼 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 長毛梁國雄 他曾經遞屬的格馬盟 叫做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 以及後來成立的四五行動 其實就是這些左翼的組織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人屬於格馬盟 可能大家不知道 例如岑建勳 這個電影人 以前都是屬於格馬盟 而較為近期的 有在2010年才成立 成員比較年輕的 都是學者來的 叫做左翼21 香港有這樣的組織 但是近年的怪現象就是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之中 香港不少的年輕人 包括一些沒有那麼年輕的 他們都會痛罵 即是痛罵 左膠 的違和 他們所指的 這裏所指的左膠 不是傳統的左派 而正正就是我們 剛才所介紹的 左翼人士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 左膠其實比傳統的左派 即建制派 藍絲 更加可惡可憎 為何會這麼有趣呢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會留下一集 才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到時 記得收聽收睇 回來了 OK 拜拜